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勤 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 真的到底怎么回事 无良企业一波接着一波 是不是无能政府所造成的 而且更可恶 这个东西还挡住我的手板 好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里 今天还要告诉大家的独家内容 就是这一切的一切 竟然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夫 他去检举 检举了一年多 终于检举出来 而掀倒了这一堆的无良董事长 我们今天有独家的内容告诉您 这就是台湾人的可爱 你再有钱 你是董事长 我们看不起你 你为了这么一点钱 我跟你讲 一天股价跌下来 就跌死你 跌到你头昏脑胀 我们看到今天传出来的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齐美 魏王 台糖 圣香珍 结果在这里还有什么 连好事多 连小气的凉面都卷入 今天的新闻 大家就说我们台湾到底怎么样 你要怕瓦斯 你要怕贪官 现在连油都不能吃 油影响之道的 所谓的便当也不能够吃 所有的酱料都不能够吃 所有的面包都不能够吃 这里面都是我爱吃的 包子 水饺 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面包 葱油面包 这多香啊 就搞了半天 里面竟然给我用 连猪都不能够吃的东西 今天这么多的发展 我们要讲 你是有完没完啊 这样子难道 邱文达不用下台吗 难道将一话 不用道歉吗 刚刚开了会以后 只告诉我们四个字 严惩 什么严惩什么的 反正跟前一年都一样了 我们就要讲说台湾真的是毒油的天堂吗 还要来看到今天记者会当中 今天我们真的要送你一个把布了 为什么 你在卫福部下午开记者会 邱文达终于出来 早上没有出来 下午终于出来的 四点钟的记者会呢 竟然卫福部长邱文达他还讲 还有呢相关的单位说 大家把这整个事情定位为劣质猪油 我想请问你这是一个什么油 我们都说地沟油 地沟油不行变成收水油 现在你告诉我们是劣质的猪油 你到底想淡化什么 你要媒体做你的传声筒定位为劣质猪油 我擦 我们今天就要讲 不管谁犯这个案子 大家这样云淡风轻 应该定一个法律 让涉案的人全部都叫他们喝下这些 他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收水油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你来看看 连西游记的猪八戒都受不了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猪八戒的台湾版 原来呢 这个唐三藏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杀物镜 但是呢在这里你看看 唐孙悟空就看过遥望对方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在火焰山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很多人在喝猪吃的东西呢 在这当中猪八戒说太可怕了 比火焰山还恐怖 那在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火焰山当中的蜘蛛精 他说我吃男人啊 我不吃这个猪吃的油 那这里面的地沟油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连包子连肉松连这个胃肉酱 连月饼连凤梨酥 刚刚说连这个知名85度C 里面的这个产品都不能够吃 我们讲的是什么 他说85度C很为难 他说你政府没有管好这些东西 真的是乱中之乱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 还要来告诉大家 今天最新的内容为您整理出来 你现在小小的一个酱包就出事 我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面没有问题 我的酱包有问题 你看看今天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国家认证搞什么 无法保证 独油全台流窜实在是杀不住 9月5号今天下午的4点钟 卫福部的记者会 你看邱文达说 我启动了食安防御 而且毛治国组专案小组 他不就去年也组了专案小组吗 然后实样署署长叶明公 他很稳 上次混油案没事 现在又讲 他说抱歉 我们有疏漏了我更正厂商 美而美应该是早安美之城 我就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一共在这里面 我们讲到的是两百多家 他今天有77家已经确定 还有158家还代查 可是下游厂商的人自为 你不敢一下叫我下架 一下说我到底是被害者还是加害者 在现场就有人火大爆发了口角 不过最大的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调味包 你看这个调味包叫做逸林公司 为什么说大呢 今天他是购入了135桶的 这个全桶的这个香猪油 他是创立在1987年 重要在哪里 重要 哇 你这些杂志有的不的 都在这里有的 你看他有粉包跟益包跟沙拉 粉包三香巧福 达美乐 拿破里披萨 肯德基糖包 盐包 中华航空复兴航空的空除 益包包括了单体肯德基 7-11的关东煮酱 汉堡王的酸甜酱 达美乐的BBQ酱 还有摩斯汉堡的烤肉酱 顶呱呱的番茄酱 农特利的烤肉酱 再来看到沙拉 这我一定中标了 因为这里面有和风沙拉酱 7-11的千岛沙拉 还有有媒体说 有没有麦当劳 刚刚我们说 在他的网站当中 他所提供的内容当中 没有麦当劳 没有麦当劳 好 讲到这个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南部 现在熟滚滚 在高雄有一家金丽华 他购买了2950桶的这个 可以说这个算是这个收水油 然后他做什么什么 他做成什么 我们的火锅料 这里面有鱼丸 以及在这里 我们在看到旺旺 今天很奇特 旺旺有些这个像是超商 就把他说 我们先主动的下降 可是旺旺说 夹心卷猪油成分 是全桶香猪油 但是不是有问题 是那批油 为此消费者安心 我先下架 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 他这样子讲 表示我先查清楚再说 大家对旺旺有信心 再来看到大润发跟顶好 他们是也是下降 可是旺旺说 是我主动下降的 好 今天最新的发展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奇美的总经理 宋忠龙也出来说 叉烧包水饺 酒顶产品是中焦 还有6月6号 已经更换了厂商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也出来的说 有一个陆氏 陆氏公司 他是7-11凉面的代工厂 陆氏公司也有进 这个所谓的香猪油 但是7-11凉面 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 还有钻师傅 他有影响到好事多 他的尖脚代工厂 所以到底 有没有想到 我现在已经快呛 我真的要讲说 搞什么 尤其我看到 大陆的报道说 吃了这个所谓 收水油 地沟油 三年之后 会不知不觉的变胖 我就说 我一定是吃了地沟油 要不然我怎么变胖 我再吃少也都是变胖 所以是不是地沟油 害了我们 好 我们再来看到 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今天新闻重点 就在这样子 迅雷不及掩耳 大家都在吵这个 所谓的收水油的时候 约谈了张显耀 今天我没放给你刷 到底要约张显耀干嘛 刚刚五点多 已经是吃回了 我们有内幕的报道 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连环报 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 你不要说是国安好了 我刚看到国军多倒霉 国军的军方非常的低调 又难过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国军吃进了多少 这种收水油 这个问题有多大 难道只是我们行政院 四个字能够解决 难道只是说 大家成立一个小组 难道现在还要来讲说 我要看看它是故意的 还是误用的 我给你100个保证 它一定说我是误用的 不是吗 好 我们来看 今天的新闻重点 今天这个板子 可能要再double 都很难画的完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油风报 油风报台糖85度C牛头牌 235家全部都曝光 为您做一个大整理 好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台湾 我们台湾我能不能不吃油呢 我不能不吃油 对不对 来遵命一点好不好 我先看到在这里 像台北就是有卫权之外 又多了一个卫王 今天说他要告这个公司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基隆 在新北逸林 我们刚刚讲到了 台中85度C还有圣珍香 彰化育增灾 马上否认说 兄弟就否认说 那是二帝出来的 他的名字不叫育增灾 好 南投的五目拉面 台南重灾区 台唐 奇美 黑桥牌 美而美 美而美后来说没有 卫福部说 sorry 我们物质 我们弄错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还有牛头牌 高雄是五发马 以及无忌饼店 好 我们先来看到 今天兵分两路 而且是同步进行 一个是在南部的 奇美 高雄 湖内厂 马上就来进行来查 而且呢 奇美就说 我证实三到五月 进了320桶 1800公斤 用在肉类的包子水饺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来看到 10点钟在台北 食药署记者会就开出了 洋洋洒洒四大夜 有235家 下午就说 我证实了77家 那其他呢 也在证实当中 51981桶的香猪油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严重的85度C的葱面包 旗下的这一锅 都是爆香油嘛 台糖也是 本来说谎哦 一天长公没 今天就这样 又是葱面包 葱面包我很爱吃耶 还有新北的这个 逸林酱包 刚刚传出说 有麦当劳 现在我们这个要存疑哦 他的网站商说 没有帮麦当劳来代工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好 圣珍香里面 有经典奶酥 巧克力豆奶酥 还有斯纳普淡酥 14种的包装封城 我们再看到呢 台北今天大家 全部都来赶快很紧张啊 澄清的澄清 北检会不会分案 来调查味全的这个部分 有12个产品 魏王指认 咖喱调味包 还有来看到黑桥牌 黑桥牌有粽子在这里面 三款14万颗的粽子 要来回收 那我们再看到 在这里是什么呢 立口饼店 老板娘出来说 我没有 我这里面凤梨酥没有 我只是弄在乳肉饼当中 当然还包括了 这个一度乌龙的 原来是早安美之城 这只有一个美一样 人家 卫福部给人家说是美而美 牛头牌 牛头牌阿基斯 他到底要不要下跪 到底要不要怎么样 因为他说 我代言东西有问题的话 我绝对会下跪道歉 现在呢 他不是牛头牌杀杀 是他代言的红葱肉灶 红葱肉灶 这个问题 现在没有下架 他怎么说 这家里开始买起来 他说我用的是高档的 是特制的香猪油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香猪油 那我想请问香猪油 就香猪油 难不成强冠跟他 Special Order吗 好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报道 就来看 一连串的事情 才今天下午最新的记者会 就是在今天呢 卫福部邱文达 终于出来了 强冠公司爆发黑心猪油事件 全台民众人心惶惶 食药署统计国内235家业者 都有买进强冠公司的黑心油 购买全统香猪油的业者 当中不乏知名厂牌 像是卫权 卫王 盛香针 台糖 奇美 黑桥牌 85度C 逸林等等 都重见落马 而全台235家业者当中 以高雄55家最多 共进货1万1千多桶 其次是台南30家 共进货1万016桶 新北市21家 共进货3千多桶 而台北市虽然只有5家使用 但进货桶数排名第三 超过5000桶 食药署表示目前追查 确定使用的有77家 还有158家代茶 今天我们235家 假如没有新增 那理论上在明天 我们希望能够收整回来 它的残留的油品的封存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它做了哪些产品 那我们会查查清楚又公布 我看到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这个中秋节到底是怎样 不但是大家在万坦说 我到底吃了什么样的东西 另一方面现在也在伤脑筋说 我接下来中秋节还能够吃什么东西 对不对 对不 还有一个数字 大家看到的对心观 你知道吗 现在在台湾 每37分钟就有一个人离癌 我们等一下还有内幕的报导 下一段广告就有内幕报导 不可思议 它的排名跟现在我们对照 出现这个收水油的地区 是同样的城镇比 就是说收水油 收到最多的这个地方 卖出最多的地方 它的离癌症是最高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再回到这里 我们要告诉大家 在这个时候呢 到底政府要做什么 你今天说政府说我要研办 你研办什么 你敢研办国营企业吗 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台糖嘛 台糖你这样子对得起 我们所有的民众吗 这个收油啊 结果为民众吃这个油葱面包 重点是你毫无悔改之心 你昨天竟然还在那边说个大谎 昨天还发新闻说什么 你看这是在昨天 台糖声明啊 台糖食用油都是进口大豆黄油 我们自己压榨的 完全没有用到全筒香油 不过呢 不足的则是向国内最大油行 大统一来采购 所以呢 像是我们的这个肉松啊 还有香肠等等这些肉制品 都是用台糖自己生产的油制作 都有生产履历这句话讲的时候 我昨天真的相信他 我说哎呀 还是要吃这种 其他很fancy的牌没有用 台糖是好 但是现在 不到24小时马上就改口 你还好一直改口 10点钟的时候呢 台糖副总 江明洪他就说 我们查到了 是在4月7号 5月31号 我们购买了三桶全桶香猪油 然后是在屏东的晾饭店 因为我们要试作 20块钱的葱花面包 我想请问你 台糖的东西 你只能保证在大都市没问题吗 你说屏东晾饭店 这个就不算吗 当然你就要算啊 结果他记者会讲得很凉哦 因为我听到他讲说 哦那大家可以拿发票来退换 我想请问你 我吃了一个面包的发票 我都在那边堆心肝了 我哪里找得到他的发票 然后给你换一个20块 有人在用我们昨天的梗啊 干饮酿啊 因为我5个月前吃了面包 你叫我怎么样退 而且台湾很奇怪 我只是退款 我退你20块有什么用 在美国早就国赔 我要你赔啊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食药署公布的235家名单当中 就有台糖的三桶台南市的人德区 就在这里啊 你所以就是被踢爆 你说谎嘛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 台糖他是怎么样 他卖这个葱油面包 搜油的面包来赚奖金吗 当然不是 可是他过去来 年代表报最大就很不爽 因为他是我们的国营企业 可是对老百姓完全没有体恤之心 你可以看到 他是103年台糖中秋节的福利讯息 还有1984年台糖的通讯录 这里面说中秋节有权底同仁 每人价值1000多块的产品一批 还有考核奖金多了5000万 台糖奖金制度大变革 讲的都是很好 可是我们要看的你做的是什么 4月21号冷冻猪肉 大家在猪肉涨 今天我听到了 涨到了6年新高 你4月21号的时候你就带头涨 你是国营企业你怎么带头涨 你就是调涨均幅涨到12%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在这当中 大家说去年也有假油 台糖原来去年也有卷入假油案 你看看10月16号 大桶长击公司爆发同业绿素的时候 大桶长击就代工台糖的葡萄紫油 全省下架9000多平 我想请问这个台糖不用负责任吗 国民党立委江素贞就踢爆了 官网还买得到 所以你是下架真的还是假的 送给你一首诗 国营不苦名 肉价带头涨 用到搜油水 先晃再改口 你说是不是夸张 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这个 要为大家进入来看到 逸林公司 逸林公司请摄影大哥 zoom一点 我们刚刚说 一头拉股的东西 都跟他有关 很多我们刚念到的这里面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一些小厂商的背后 精健知名的店家 像是赚师傅 卖给好事多 像是陆氏代工 7-11的两面 我们就来看到 逸林公司在今天 我们来到现场 看看他们怎么说 有人在吗 怎么敲就是不开门 逸林这么大一间公司 星期五的下午 当然不是没有人在 因为员工 老板的车 都还停在门口 态度会这么回避 全都是因为 强罐香猪油 有135桶流向这里 因为他们都还在处理 现在目前不太知道状况 北周南一律风口 逸林会这么小心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身为全台 酱料包的供应商 不仅知名素食连锁店的酱包 就连便利超商的酱料包 都是逸林提供的 吃薯条一定要沾的番茄酱 后头的制造商就写着逸林 员工一问三不知 依旧正常贩售 不只这样 连锁超商关东乳的调味料 沙拉的千岛酱 都有逸林的名字 堪称台湾酱料之王的公司 从品牌规模大到小型企业 不少家公司都在合作名单内 这135桶有问题的香猪油 到底用去哪 怎么用 公司不愿意说明消费者 刹雷蛋 记者综合报道 而我们再来看到 这整个的影响之下 影响到什么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军方 我们现在讲的是 我们的小朋友 你知道我们小朋友 很多就是在外面吃东西 对不对 如果补习或干嘛的吃东西 还有学校的营养午餐 今天卫福部马上说 营养午餐目前是没有 你目前没有 你到底有没有 那为什么新北市 有这么多16所地区的学校 他们就说我们要hold住 我们这个营养午餐所用的油 因为这个油也是一样 是强贯的 只是它的名字不一样 它不是所谓的什么 它不是所谓的香猪油 它是所谓的耐炸油 那都是全统 都是强贯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个地方 就是双北百校 也是喝收水油 结果江仪化 今天本来 要跟学生去干嘛干嘛 还好取消 要不然真的会骂到臭头 但是他还是要去登玉山 我说登玉山有什么用呢 你可以看到全统兼这个毒油 进双北学校 双北学校当中紧急下架 台北市16个 新北市71个学校 你看这么多 结果呢 这个学校当中的营养午餐 为什么要下架 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强贯的 全统耐炸油 那全统耐炸油 它说不是香猪油 就没事吗 那检调就怀疑说 耐炸油也是地沟油 混冲而成的 那现在来全面停用 超过10万个学童受害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教育部的司长 王俊泉他就说了 学校团体或者是营养午餐的用油 必须要有GMP认证 全统香猪油没有认证 本来就没有 全统香猪油 你确定他没有认证吗 我们昨天就有认证 你确定他没有认证吗 耐炸油有认证就没问题 你不要乱讲了 今天有问题的 全部东马有GMP的 不是吗 你可以看看黑心厂商都有GMP 上次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到 这都是就有得到经商奖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 我们的GMP流程是什么 大家就说 GMP原来是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ood Manufacturing Good 真的吗 然后注重的过程 跟卫生安全太讽刺 强贯75项产品 只有12项有GMP认证 但是这里 他全场同类型产品 全部都认证 可是你全部认证了 你还是有问题 所以现在就来看到 你这说 经商奖获奖的条件是什么 看起来是很宽松 第四条 进出口达到3500万美元 没有说你好不好 所得税你交 或者是你达到多少钱 财政部的优良纳税人 热心公益 我想请问这么多条 哪一条跟你安不安全有问题 我今天卖P霜 我只要达到这些条件 我都可以拿到你的经商奖吗 是这样一个道理吗 好 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的姜葵在做什么 今天中午有开会 可是是不是太慢了吗 那今天 哈塔本来说夏令测查 中午开会因应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下午请假一个小时 戴格奎跟国小棒球打球 还好是取消了 可是他仍然要去登玉山 你要登玉山吗 你登玉山 我们老百姓 这三天的中秋节 过得非常的痛苦 你知道吗 过得非常的火大 你知道吗 你看黄伟哲说 不要只搞公关 你专心国政 我想请问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登玉山干我们什么事 那你在看到 现在这个郭烈成 今天检方提出抗告 5万元交保 理由竟然说 因为他看起来衣服破破的 应该付不出10万 所以我要5万万交保 你这个检察官也跟250 等一下我们要给你肉搜 你再看到 在这里像高震利 1200万交保 魏应冲1000万交保 陈文南250万交保 这一切的一切 是不是都判得太轻了呢 好 收水油跟免子油 比较起来 你可以看看 收水油是比免子油 还要严重 免子油的免子分 是可以提炼 结果他不行 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 很火大的是 刚刚最新的消息 南部有两所高中 他使用收水猪油 你看 你看 我们真的能够 你卖这种油 你睡得着吗 你在大老板出现这个事情 你不用出来谢罪吗 不用出来道歉吗 太火大 太可恶了 我们没有替我们的消费者 做到最严格把关的这件事情 在此我代表公司 向我们的消费者 自最深的歉意 齐美食品总经理 鞠躬致歉 因为旗下九款产品 都用了强罐 问题猪油 在前前后后 有跟他合作大约五年了 最近这几个 就是猪问题这几个月 我们大概 一个月大概是120桶 还一桶是15公斤 齐美坦承 今年3月到6月9号间 使用强罐所生产的问题产品 共有55万包 分别是叉烧包 肉送 无锡排骨调理包 以及最热销的水饺类等 九项产品全部中标 产品除了流向大卖场 和传统超市之外 另外还包括国军 也有交货 至于超商内所贩售的包子 齐美强调 绝对没有问题 像便利商店 我们所生产的 我们都有一些便利商店 所给予我们的指定配方 齐美同时喊冤 使用的油品都会送交SGS检验 但从来没有验出问题 而且早在今年6月6号 就已经更换油品供应商 目前网友补牢做法 除了回收所有相关食品 也开放消费者将手中 有疑虑的产品 拿回门市退换货 希望将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喜欢用王家杰 SNG小组谈告 而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 这样一个事件当中 兵荒马乱之中 张显耀可以说呢 再次第三次的遭到了约寻 而在刚刚五点钟的时候出来 有关单位非常的低调 现在为什么突然的 传唤张显耀呢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张显耀在这里 这是律师呢 杨尚逊 很吊诡的是在今天早上八点钟 那我们再往这过来 九点四十五 很多记者都在现场守候 竟然他的律师 诶他是这样算不算说谎 他说不是你们要等的人 当然我们要等的就是张显耀 他说不是你们要等的人 这样子严格来说 法律上没有违法 他只是说不是你们要等的人 他并不是说不是张显耀 那媒体一住到 没等那样 讲完五分钟之后 张显耀跟他就一起出来了 他说目前还在开庭当中 不方便回答 但是他说否认泄密 调查局指控 他泄密的资料 都是经过授权处理的 所以这整个的部分呢 到底是怎么样呢 权力来源就是咬住 包括了王玉琪 包括了马英九总统 那当然我们看到 同场这个时候很敏感的 就是张志军 张志军在这个时候 美国时间九月五号 在华府频频放话 他说十一月份 这个张志军跟王玉琪 在北京见面 这样子机会并不难 并不难表示是什么 表示说如果张显耀的事情 处理不好 就是见面很难吗 这些关键吗 再来看到今天赵绍康 我觉得他这个评论 写得很好 他说张爱一副 非要他死的阵仗 谁下的决定 谁的插花 谁在加码 谁每天放假消息给媒体 谁违反侦查不公开 来误导记者 现在再来看到 监方说不排除 要传唤王玉琪跟林中生 查明这整个授权的范围 但是他说 马英九总统 真的会被传作证吗 这是一再再传言而已 总之呢 今天大家就说 难不成 我们在一堆的 这个油的新闻当中 检方还是觉得 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有这个 有这个力气 来查黄景泰 来约张显耀 我跟你讲 这些油的问题 都没那么严重了 你有在查吗 你如果有在查 一年还没搞 都马上又有问题 到底是怎么 我们先看张显耀的部分 张显耀先密案 持续发烧 8月28号遭到检方二度约谈 由于掌握相关事证 检察官还前往张显耀 大直住处展开搜索 傍晚6点开始询问 直到凌晨2点 张显耀才无保请飞 出来一步 出来一步 纵使非常疲惫 但是张显耀 好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在上一次的时候 出来纵使疲惫 但是面带笑容 而在今天出来的时候呢 更是非常低调 根本就是有过去国安的feel 大家根本记者要追他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等一下我们有关于张显耀的内幕 再跟大家来说明 今天不要忘记 我们虽然被弄得齐齐齐齐齐 我跟你讲 在这里面 我必须要讲 胃全瓜子肉 很多小孩子在吃 真的很没良心 瓜子肉我自己也喜欢吃 我来吃白的时候 配这个很好吃 你现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我们中秋节呢 中秋节还是要过 可是中秋节要来告诉您 大家的礼经大公开 礼经大公开 这个心情就感到惡励一点 为什么呢 YES123的调查 中秋节的礼经 百分之六十五有奖金 也就是讲呢 有一大堆是 大概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五% 是没有拿到钱的 在这当中 五百块以下占十三% 那到801到1200块 占百分之二十四 还有比较多的 到2000块的百分之二十一 哇有到5000块的 只有百分之十一 所以平均起来是2045元 跟去年来讲是持平了 可是我们来看到 有百分之二十八 是没有奖金有礼品 有百分之七 是没有奖金没有礼品 有过中秋计划的 平均你要增加 2767块 也就是说呢 你要增加这些钱 如果你拿到的奖金 只有2000块 你也是不合 但是我们就说 再仔细看 这是我们自己 去打电话来问到 电子业发很多 这是发的中秋奖金 好的 有半个月的月薪 银行业有四分之一的月薪 运输仓储有四分之一的月薪 还有某电信业 有3000块钱 都算是不错的 好 那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如果这样子的话 没奖金 礼金该怎么办 高工局 今天晚上第一波车草要来 中秋节也是爱过 也是爱回家人 也是爱团圆 最塞是什么时候 就是礼拜六 大概早上八点到下午 一点钟碎塞 会有260万车次 那什么时候免费呢 你来看到这就是笑脸 9月6号到9月8号 前一个晚上 红眼 红眼 不是红眼班机 红眼开车 晚上11点到凌晨6点 就免费 你说我们 是不是太苛刻了 我觉得高工局 真的太苛刻 其他时段 我20公里免费 我给你取消 大家就说 这中秋节 还不可以吃东西 还让油炒成这样 大家就觉得 整百多火 今天你看看 在茶油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来自 屏东卫生局 茶黑心收水油的部分 差一点打起来 我们来看 屏东卫生局 茶收水油 一上门 食品行业者 很火大 对鸡茶人员口气插 接着死命的 把媒体往外推 还呆瞎再拍就毁掉摄影机 他说你要来什么 毁掉 我给你拍 我给你拍 好 我们看到 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阿桑不要想起 但是他也觉得 他是怎么 他就是说 这是政府的问题 你知道吗 好 我们回到现场 为什么说是政府的问题呢 你今天很多业者 知名的业者也中标 中间的业者也中标 然后大家觉得说 你不是叫我买GMP的吗 我换了GMP的也中标 我想请问我的损失 我的声誉谁来负责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年代的独家内幕 今天这个新闻 非常的感人 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 我就是说 不是说小虾米 对抗大鲸鱼而已 是一个很有良心 在地老农民 老农民 他去检举的 检举以后 结果一头拉骨 揭开了这些 你得奖的啦 你什么的啦 都是骗人的 你根本给我们吃的是 连猪都不吃的油 你看看这个老农民 到底是谁 他七十多岁 老农民检举英雄 结果这整个事情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连变 郭系男子 人家说他有枪 我不知道是听谁讲 所以我们决定要保护 这个老农民 不能告诉人家 他在哪里 老农民如果是英雄 还要被威胁 他的生命危险 我真的觉得台湾不用混了 那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呢 你先看看 屏东在去年 被这个污染 这个地方就是万丹 你看这个地点 万丹 他的农田在这里不大的农田 那可是竹田这个地方 不就是有这个检举 工厂的污染 好死不死 你这工厂的污染 就弄到他的农田 这个农田多大呢 我们看看他是无名英雄 他的农田是100公尺 乘上100公尺 那可以看到这个农田 我实在没有概念是多大 但是据说是不大 但临近工厂 临近上面哪一张图 好 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新晋的这个临近工厂出了油口污染 他就说我这样没有办法种啊 我有良心 我不能够种这个污染的稻米给人家 他就检举了两三次 环保局都没有下文哦 到场没有下文 这是在去年的时候 72岁的老农 结果他检举检举 终于去查 一查哇 台事大条啊 一去哇 原来里面有这个这个秘星啊 在这里面 好可怕 那你看看哦 屏东环保局说 有接获检举 但是不清楚 是状况外吗 好 无名英雄 我们看到四月的时候 评检检举恶臭 难打搜证 九月四号才破获 这一切的发展 真的这么多的大老板 好几亿要损失 就是因为这个有良心的农民 那你看看哦 另外一个对照 32岁的郭烈成 他是一个回收业者 他结果呢 五万块交保 现在呢 检方又要把他提起抗告 可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很扯的在哪里 九月四号抓到了 郭烈成集团 对不对 五万块 今天大家就说 到底是乌龙法官 恐龙法官 还是恐龙检察官 因为他就说 因为看起来 穿起来衣服破破的 十万块你付不出来 我就给你五万块 五万块交保 结果他走的时候 开了一个200万的便利 就走了 我现在事情大条 报报纸就在下 我们要买 就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评检九月四号的时候 十万块交保 好像看他没钱 结果他说检方没错 检方一度火大 说要用实官法来生压 结果呢 法官竟然就说 看他穿着破烂 就五万块交保就好了 这什么道理 这法官到谁 很奇怪 常敬人我们都找不到 可是现在呢 还有新的发展 透露出消息 这个郭烈成 他这个五男一女 强冠说不认识他们 不知道他是冤枉的 可是呢 据说他们两个当中 疑似是有常敬人 有勾结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常敬人 到底是谁 马上就要抓出来了 对不对 好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检举地沟油的老农 是谁 他 我们的行政院长 江仪化也比不上他 还有我们的卫福部长 也比不上他 今天我们保护这位老先生 但是我们的报道 带您到现场 那就是真正的 我们台湾人就是要这样做 一半就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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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马路从中间 挖空买管 为的是方便 把外漏的废油 排进水沟里 这作为连邻居都看不下去 原本只有两个油槽在厂区内 现在多了六个 通常白天就有油罐车 和小油桶车 载着飞油来 满出来的就全倒到水沟去 结果水沟上就多了 黑咖啡色的一层 有过恶心 村民自己拍下照片 向环保局检举 但每回一来 费油乱到的证据 都会被他们冲洗干净 村民都忍耐很久 生气的还有这对 种田的老夫妻 因为费油流进稻田里 死了一大片 把稻田当成垃圾厂 沾满油污的手套随手就丢 老夫妻不知道 跟厂方沟通过多少次 却也只能越说越气 原本和从事黑心事业的人 当邻居 大家都只能无奈以对 现在黑心油场爆发 村民终于可以安心耕作了 记得科长要理智慧 评论报道 好 在今天还有个大事 大家说今天是什么 虎出动 我记得那个时候 双龙抢猪就是 连胜文在登记的时候 今天柯文哲登记 今天不要忘记 还有九合一重要的 这个登记的最后一天 压轴 气旋 真的出现了猪羊变色 怎么讲呢 柯文哲今天去到现场 十点钟叫猛虎出关日 他的主轴是 Oven and Join 我以为是Joy 是Joy Change 他一直喊 结果他的太太跟妈妈 跟姚立民 父女朋友都陪同 可是大家期待的小英 或者是呢 等会给苏贞昌 都没有来 民进党市议员都神隐 所以有人就说呢 是主动切割 还是绿营不挺呢 连胜文说 柯夸奖奖排率 他这个为了选举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是连胜文说的 除了这个之外 基隆呢 大家在等待说 今天黄景泰又被第五次约 还没出来 你可以看到 谢立功今天登记 他是由李红元 谢国良来站台 谢立功说 我来晚了 你们等到了 别低估我的能量 亦有所指吗 可是他到底会不会出来 现在不知道 大家都说会不会派他的太太 或者他的友人 现在是没有的 那我们知道明天 还有个重头戏 就是马英九 他在明天就要来开杂 结果他昨天一讲开杂 很有效 我希望马英九也来喊话说 我对于谁弄油的 我就开杂 叫你吞下去 一定有效 为什么呢 今天两个这个部分 一个是谁 一个是彰化的科成坊 他疑似要来选 这个彰化县长 今天说没有 我是来选立委的 所以就没问题 还有南投的这个减速端 他就是想要帮老公 好像要出来 带他老公来参选的 现在他还说 没有 我退选李朝青的太太 所以我们就说 这整个事情的 这个发展当中 黄景泰也没有问题 他说我已经主动退场 所以他这样出来 也没有开除这个问题 所以国民党发言人 陈以信说 黄景泰郑永金 所以主要要处分的 这个部分 黄景泰早就退党了 我就没有党籍问题 所以现在剩下 是不是郑永金 好讲到这个 我们再来看到 到底能不能过关的 还有谁呢 就是我们说 这个牛头牌 不是沙茶匠 我从小有吃他沙茶匠 现在是红葱肉燥 他说我不是用全统的 香猪油 我是用优质的香醇猪油 我是说这有什么不一樣 阿基斯今天要怎么说 阿基斯是不是就表示 Safe了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国演主厨阿基斯 厨艺超群 形象正面 节目主持商品代言 纷纷找上门 但随着黑心油事件 持续延烧 阿基斯代言的产品 却又再次扫到台风尾 汆烫青菜快快拌 煮汤汤头轻轻拌 热热白饭最好拌 好我们来看到 现在牛头牌 他说他用全统的香醇猪油 自行送宴合格 现在问题就在于 这个消息昨天传出来 今天就自行送宴合格 我们要看的 他的自行送宴是哪一个单位 政府是不是能够做事 说业者全部自行送宴 到底大家相不相信 前一阵子在混油的时候 我们都讲了非常多了 很多门神都在那边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希望官方要有人来验 另一方面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告诉您 真的是 查 又要下架上架又来了 你要这些可怜的公读生 可怜的超商的人士 都不能够过中秋节吗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告诉大家 你说是卫权的问题 还是政府的问题 卫权连两次出包 实在是太夸张了 还要告诉您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强贯公司的黑心 并不是第一次 过去他们曾经有进口过 所谓的过期奶粉 这里面跟他的哥哥 是如何为您起底 还要来看到的张显耀 今天的约谈 到底内幕在哪里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看看 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们醒来 会变成这样子怎么办呢 我们吃了太多的油 会变成猪妹妹 还是猪八戒呢 今天的新闻 跟陈晓云有什么关联 还要告诉大家 29年前在台湾 就曾经发生过 地沟油事件 你敢知道 我们稍等回来 欢迎回到 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晚报的 头条写到的 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 搜水油全台沦陷 也没有办法想象到 没想到在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的行政院只有四个字 就是严惩研罚 可是严惩研罚 你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是哪几家 来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现在证实的七十七家是什么 只不过这个事情 我们要讲的 就是说呢 这个事件发展之后呢 到底怎么样来处理呢 你现在呢 明天早上 明天下午都还要告诉我们说 到底这个状况如何 然后有哪些家 所以呢 大家媒体人也不用休息了 过冲纠结的人 也这个这口东西拿到这里 比如说我拿这个包子 我要看哪一家包子 然后再就啊啊 还不如就学联盛文 这样恰恰把它捏破 那我们来看到 在这里跟大家讲 这是专家讲的 收水油跟棉子油比起来 收水油比棉子油更恐怖 你看全筒香珠油 就是我们讲的收水油 VS上次的棉子油 那危害来讲 一个是致癌 心血管疾病 一个是伤害精虫 对不对 伤害精虫 哪一个会死 心血管疾病嘛 成分呢 它是黄麴素 全 碳氢化合物 过氧化合物 千辛还有六甲割 你说这个东西 你能够告诉我们 这只是所谓的劣质猪油吗 我想请问 卫福部 邱部长 你可不可以明着良心 你说这只是劣质猪油吗 劣质猪油是说 它可能有杂质 不怎么样 这简直是毒油嘛 那棉子分 它是具有生殖毒性 做法 它是棉子油加香精 这个是收水油加猪油 可是你的收水油是什么 也可以说地沟油 皮革来的 或者是其他用 那个什么内脏去榨的 那你一再一再的用的 那你可以用吗 没有办法完全去除 有害物质 一个是可以完全去除 棉子分 但是我们也上次讲过 台湾的技术很难去除 所以都不应该加 今天我们看到 长根的肾脏科医师 严中海就说了 黄麒毒素会伤肝肝硬化 本比大量暴露 可能会致癌 致癌的情形 是比我们讲到的 这个棉子油还严重 再来看到 林杰良的遗孀 他怎么讲 多吃深绿的蔬菜 可以解黄麒毒素 要解重金属 多吃含维他命C的水果 所以这次我们的中秋节 就要怎么样 就要吃素 你就可以吃油 还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有预告说 陈晓云 这是透露了我的年龄吗 我真的以前就听过 他唱一首歌叫 东西就是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 就是这一导播在跟我提唱 总之他就是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sexy 那个腰 这个就很有趣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要做 今天的题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我们常听过一句话叫做 猪狗不如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我们在台湾 现在已经变成是 如猪如狗 怎么说呢 百万人 他们现在工作是超时 累得像狗一样 还有我们现在要吃 五万桶的这个收水油 吃得像猪一样 甚至比猪不如 有人说这猪都不能吃的 台湾的油都像是这样子的吗 还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从过去来讲 过去你看看有什么样 米康油案 1979年 多律联本 那个时候呢 董事长是十年 经理是十年 再来看到去年的混油案 就是有混同业绿素跟棉子油 那个时候大统高阵力是判十二年 他准备罚款十亿 你看卫权这么有钱 才准备罚款是 不是罚款啊 赔偿啊 五千万 那最后呢 付卫箱不起诉 不知道跟他的合照 有没有关系 怎么不起诉 再来看现在地沟油 我们要来看看 今天呢 主钱是五万块交保 你说我们的人 真的是不是 连狗都不如 猪都不如 这么严重的事情 判这么轻 人家赚那么多钱 当然会去做啊 另外我们要同场奉送 台湾的狗官 猪哥也不少 你看马总统到哪里 都会有人贴着 所以不做正事 逢迎拍马 是为狗官 很多现在在卫福部里的人 我不讲谁 听说他一天到晚 只跟立委做关系 只跟官员做关系 只跟媒体做关系 他根本不care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觉得 他们坐的位置都好稳哦 好像强力交黏在 臀部上一样 再来看到 这几个案子 过去几天 像之前潘世伟 像陈锡逊 像吴玉生 色咪咪是为猪哥 所以我们台湾的猪哥 也不少 再来看到国营企业 台糖竟然大啦啦说谎 没有人谴责他 没有出来道歉 你本来说没有用这个油 结果又说 有啦 我有进三桶 我在南部屏东的地方 做这个 是做这个 葱面包 那你可以这样子吗 我想请问 今天很多业者都说 我不是这个香猪油啊 我是用比较好的 全桶香猪油 我想请问你 什么叫做 比较好的 全桶香猪油 对不对 毒品的话就是毒品 没有所谓 比较好的毒品 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 今天年代有报道说 GMP 我差 我们看以下的报道 这个事情 很多有网友跟我讲说 亚晴你不能每次都讲说 国民党不好 民进党也不好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论调 我说立马帮帮忙 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做不好 民进党以前也做很烂 你问我说两党都不好 所以呢 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都很烂 可以吗 你可以骂我 我觉得都很烂 你可以看到29年前就已经爆发 我想请问那时候谁执政 29年前爆发一路下来 你说蓝绿都有嘛 已经爆发了搜油案 官莫市 民众呢 大肠癌攀新高 好29年前我们来比照一下 我蓝络的观众朋友 我实在感觉很不甘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今天食药署公布 235家食用 5万1981桶 流窜30年 食安完全破功 你在30年当中到底谁当家 你列出来嘛 庆祝难书了 今天早上我们的行政奖将一话 只用言查言诚 四个字送给我们 我们这么的辛苦 你送我们四个字 29年前的搜水油案在线 那个时候呢74年9月21号爆发 搜水油 台北市双连接德泰油行 收购了养住户的搜水油 浮油 然后10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卖 卖到10年才被查到 一共是2200公顿 比现在还多好可怕 22个被告有14个人被抓 负责人判7年 这也是一个轻判 然后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刚刚说每37分钟 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而在癌症当中 大肠癌是No.1 你可以看到 强贯公司全桶香猪油 下游厂商的分布这么多家 为大家整理出来 高雄市55家 1万多桶 然后台南市30家 也是1万多桶 新北市21家 3000多桶 你有没有觉得落差 对不对 高雄跟台南较多 新北市就较多 我们再来比照 大肠癌 高雄市跟台南市 是我们的No.1跟No.2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 收水油 你问我是不是 我如果住在南部 我会觉得说 我实在有到 有到那个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看网络当中 大家哭手说 以下不是强贯公司 全桶香猪油的 下游厂商 哇 不是我们打错字 请圣颖大哥拍大一点 完全空白 也就是说 你下游厂商 真的是已经密密麻麻 跟蜘蛛网一样了 你看今天就是说 牛头牌的 红葱肉燥 牛头牌的这个 阿基斯刚说是 可是你巨下架 你说我是用客制化的 全桶香猪油 不是他们那种 低的全桶香猪油 你怎么证明呢 你说沙茶酱是黄豆油 我们不提沙茶酱 但是对于红葱头 我觉得政府还是要去查 让大家安心 你再来看到 Liqua Liqua这饼店 他说我们是用 比较好的全桶香猪油 马来亚 我跟你说 这跳针 我们是用 却比较好的全桶香猪油 都是这样 你再看到 郁增灾 今天要帮他澄清 所谓的 现在变成十两路 因为是老二出来开的分店 所以不是郁增灾 再来看到 就是刚刚有最新消息 不好意思 来插播一下 立正 黄景泰 刚刚遭到收押 内幕等一下为大家报道 五度五关过不了 我是说黄景泰 做了什么滔天大罪 他就拿了 A了一千万 去买了LV 他也没有把毒 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当然觉得 违法要违法 你可不可以 本死精神 把黄景泰 这个 put在这个上面 你不要这样子侵犯 你看现在早餐 早安美之城 说不是美而美 北斗的肉圆生 这些小吃都有 晚餐的无目拉面 我实在是怎么 网路的枯手 就是说这里面是什么 一周刊有说 搜油重串行将 顶心病中加孔生变 这是一周刊讲的 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更不能够原谅 是政府说 我要成立一个 处置劣质猪油小组 我想请问 这个如果不是猪油 就不用查了吗 不是猪油就不用查了吗 什么叫做劣质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专家 用一个比较precise 比较精准的说法 不要糊弄我们民众 我也想请问 国民党是不是嫌 票太多了呢 好 我们就来看到 在卫权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今天卫权又在中标了 为什么这样讲 卫权连出两次包 好 连出两次包 现在怎么样呢 卫权有12项的产品 都中标了 大家看到这12项产品 当中有瓜子肉 有肉松 有什么的等等 然后你再看到这里 家乐福大润发 爱买全联顶好松联 莱尔富 所有项产品全面下架 初公司损失是4000多万 甚至加起来是7000多万 不过他今天股价 又跌停板 而且损失15亿元 那我们来看到 卫权真的是最大恶极吗 什要署说赶快法办他 我就奇怪 你怎么讲 就只讲卫权 卫权当然要办 但是最无可恕 最无可恕的还包括您 真的 卫权就说 我因为看中强冠 能够提出商品的认证 没有想到第一次就中标 所以这句话就说 这是你政府的问题 你给他商品认证呢 可是在肖基会董事长就讲 卫权连两次中担 采买低成本的原物料 来获取暴利 是不是这样子呢 你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到今天 就是在卫权的物封厂 封存了36万罐 而且四个月 大家不知道吃下了多少的东西 危机处理的灭火 他昨天三点钟主动 然后呢 七点的时候 我们相关的单位发出声明 然后八点的时候 就是我们卫福部的记者会 今天蒸发了15亿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 这个卫权的事件 会再重演 刚刚讲到台糖 也再次重演 而且还说谎 那到底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 董事长 你还是认为说 你不知情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这部分六年来 原本以为卫权 就此把关更严格 没想到二度出包 卫权旗下12项产品 包括卫权猪肉酥 海苔猪肉酥 卫小宝三款猪肉酥系列 三公斤装 卫权腊味肉酱 以及150克装的 卫权真味肉酱 正正卫小宝 甄选纯肉松里盒 和卫权瓜子肉等 统统加入了 全桶地购油 但卫权声明表示 是因为墙罐 当时有提供 第三方检验证明 而当时也非贪便宜 才挑上墙罐 甚至已高于市面价格 10%采购 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 没有发票 那在各大卖场的退货 有问题的话 那么他也可以到我们 有卫权的各大营业所 好 欢迎回到 我们来看到这个内容 我们就说卫权用中标 大家有没有看到 卫权的说法 卫王的说法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 台糖的说法 面包 你这个面包 如果你吃了这个面包 请你把这个 五个月前的发票给我 我就给你 这个面包多少钱 十块 我就给你十块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难道我们政府 不觉得奇怪吗 你不用负担任何的刑责 你不用负担任何的赔偿吗 你只要赔我十价的钱 还要我拿发票 这什么社会啊 而且今天卫福部的三大乌龙 到底有没有税行啊 美而美讲错 是早安美之城 郁增灾讲错 是十两路 公言 说公言人家还要说 我要告你哦 他我只是转卖没有用 可是你有道德的这个问题啊 你公言 你把人家转卖 卖到哪里去 请你公布这整个的内容 好 我们再来看到 在今天啊 就讲到刚刚说台糖说谎 马总统的食安政策在哪里 台糖说谎 昨天说没问题 结果今天说 来看看他怎么讲 他说啊有啦有啦 就是做二十块的葱花面包 所以给发票我还你二十块 你这个就是明白的说谎 我们再来看到 这三个董事长 这些食安的问题 为什么一再出现的 我们的民场 我们的所谓的大家信任的 从小看到大的 我都会唱他的广告歌曲的这些店当中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然后我们的食药署署长说最无可恕 然后又说大家把他就当成是什么 劣质猪油就好了 我不我不接受你这个 昨天说地沟油 地沟油是大陆用词 好改 改收水油 现在你要告诉我们说劣质猪油 明天要不要告诉我们说 只是他的标签错误的油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问题就是 你想强冠夜董买多久 怎么可能会不验 GMP政府怎么给 我们的经济部工业局 我们的卫福部都不用负责吗 卫全向强冠买真的不知道吗 这些这么大的油厂上市公司 我没有去验吗 这你要骗谁啊 我今天还要来看到这一点是什么 你看看张显耀的内幕 张显耀跟这个油有什么关系 张显耀的荒腔走板 你就是伤到了两岸 我们就认了 鼻子摸一摸 我很没有前景好吗 我没有vision 但是你伤到了油 我就很火大 你看王玉琪跟张志军 9月5号凌晨7点钟表示 11月A派会面王玉琪 是不难安排 可是泄密之后最高层级的会面 然后很巧的是 9月4号陆委会记者会 说行政院要动之第二预备金 要捐款美金100万 台币3000万 来帮助云南的赈灾重建 很多人就讲说 你也没有帮助我们高雄气暴 好 这个我不做评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看法 可是这个是不是有政治动作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到 8月27号是一个分水里 8月27号之前 张显耀是个大坏蛋 8月27号之后 张显耀好像就没什么事了 原来大陆介入了吗 原来在这当中 你看马总统在8月29号说 这是一个害虫 但是又说这是一个小波兰 再来看到公亲盖 他是送这个APED的这个书 送来之后9月1号 那么我们看到张志军说 我这个两岸经济合作脚步是不会停止的 再来看到9月4号 杭州台商协会 林中森跟陈德明见面 再来看到9月9号 台商的秋节连夜 马无将罕见的同台 所以你看到这一切 再加上张志军 他的说法 他说首度以国台办主任身份访美 说明王璋六月二会 大多海贤会会长 明年的能够访台 他说希望今年底 今年底能够访台 最快12月 最慢可能是拖到明年 那在这里面他们说张显耀的案子 不会影响到两岸的进展 对媒体证实APED会王章会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就是出手来救马 反正搞不定 希望两万不要搞不好 那但是马总统对石安的说法 你记得吗 马总统那时候还说 这是一个标示的问题 好企业界诚实重要 但是混油是标示不实 现在这个什么地沟油 你要说它是什么 你要说它只是劣质的猪油吗 请问猪油会致癌吗 不要糊弄大家 今天包括了一连串都出来 奇美台糖85度C牛头牌 全部最捡径的当中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从北到南 未权未亡 对不对 Lia Koch 他今天否认说 他的凤梨书有问题 还有逸琳 逸琳我们跟大家讲 他一连串的 包括了我们在7-7当中的 很多东西啊 很多这个炸鸡啊 他们都有给他这个 所谓包料 他的这个sauce 还有台中85度C 另外南投的五鹿妈面 台南最大就是台糖 奇美 黑桥牌 美而美 美而美 所以说没有 再来牛头牌 高雄的五花马 无忌饼店 你看在这里 这个五木拉面 很多人爱吃 他两批 一共是1.2万公斤 评东检方下午抗告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就是呢 针对5万交保的郭烈成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 今天政府已经埋了一个梗 他说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这些业者 到底他们是雇用呢 还是故意呢 年代晚报先告诉大家 绝大多数都会说 我是雇用 我是不小心的 看看77件证实的是什么 回到年代晚报现场 我们刚刚为大家整理出来 就是从2011年到现在 才几年当中 有11件食安的问题 包括了黑心奶粉 塑化剂 深处奶粉 毒酱油 香精面包 山水米 还有我们来看到 混冲油 桐叶绿素 以及牛奶的禁药 以及大骨粉 这是鼎王麻辣锅 还有就是这个地沟油 我想请问我们的卫福部 到底在做什么 在接下来会发展比较大的 就是逸林公司 他做的是很多酱料 包括了我们讲到 这个很多像拿破里披萨 或者是一些炸鸡 或7000当中的观中煮 都会后续的发展 广告就回来 我们还有最新的消息 再来告诉大家